很臭 這個肚有點臭 讚 真的超好喝 真的超好喝的耶 哈囉 歡迎來到小珍奶鮮魚的頻道 這是一個全新的新店 性感主廚小珍奶 掰掰 今天呢就是因為第一集自我介紹的時候 有跟大家說到 我其實平常也很喜歡做菜喔 那我有一個拿手的好菜是 四神湯 家傳四神湯 其實也沒有家傳啦 其實我就是從小有看我媽就是煮四神湯 然後自己上網也是有Google一下 別人就是都怎麼做 然後自己在多方的研究之後發展成小珍奶 獨特的四神湯 到底有多厲害呢 我們今天會一一的介紹給大家 然後組給大家看 首先我們等一下就要去採買 跟著我一起去佳樂福採買吧 Go 我平常常買就會去佳樂福 或是全聯 因為就是有時候工作嘛 所以我沒辦法早上就跑去早上的市場 那黃昏市場我不太確定附近有沒有 但像我今天早上就是跑去買排骨 跟豬肚啊 買不到豬場 所以我就買了豬肚 那現在就是要去佳樂福 再去補買一些就是 剩下沒有買到的食材 像是什麼山藥啊什麼的 四神湯的食材呢 我上次已經就是中藥店已經買了 我現在要去生鮮食品 要去買淮山 就是類似山藥類的東西 然後去找那個排骨 那除了像一些什麼豬場豬肚 是真的這邊就買不到 就要去那種果菜市場 那種豬肉攤販 剁很多豬肉的那種 都可以買到豬場跟豬肚那些的 其實如果說像山藥的話啊 這邊的超市它其實都會包裝得很好 可能都是那種日本進口 所以那個不太需要挑 去攤販比較要注意的就是豬肉的新不新鮮 還有它的油花有沒有平均 現在我們要找到生鮮部了 山藥類應該就是都在蔬果生鮮的地方 按照我平常採買的程度 我估計在左邊那個位置 我們來看看是不是在那個位置 這邊是青菜類 哪裡呢 菇類 那一些山藥 這裡找到了你看 不費吹灰之力 我找到了山藥 你看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其實它就是來自北海道的山藥 就是日本製 然後它其實就是都會用這樣子包裝得好好 所以其實不太需要就是在意它的一些新鮮啊 就是基本上看起來都蠻新鮮的吧 好那我們今天就是煮一鍋大概一隻就夠了 非常夠 其實我大概只會用到半隻啦 對 好了買完了山藥我現在要來買排骨 因為我的四神湯裡最重要的就是大骨湯 所以我想要買那種豬肉的排骨熬製 因為早上去市場也有看到 我想說在這裡再看一下有沒有什麼豬肉的 喔 我看到了豬梅花排骨耶 這個 豬梅花排骨 肉質滑嫩 口感有超勁 其實我回去會想要把它剁碎小塊的 就是在我的四神湯裡除了吃到豬腸豬肚之外 還有一些排骨的口感 碎肉的口感 這個不錯 再來呢 在逛逛還有沒有什麼想買的食材 因為早上我已經買了豬腸豬肚了 所以今天在這裡採買剩下這些就差不多了 那家裡有鹽跟米酒我都準備好囉 那我們就回家趕快準備上菜吧 買到了 忍不及要回家煮飯了 讚 剛剛我們把所有食材都拆買回來 那我現在就來一一介紹就是 我們要做這道四神湯的料理 會需要用到什麼食材呢 首先這是我早上去菜市場買到的豬肚 早上菜市場就是說它那個豬腸都買完了 早上8點多去買 所以我只買到了它的豬肚 就是這一塊豬肚 等一下呢就是我們還要先做汆燙 然後再把它切成我要的大小 然後這個是排骨 就是豬排骨 就是我要拿來熬製湯頭的大骨 也是要先經過汆燙 然後這就是四神湯 四神湯的食材 像這就是茯苓 然後還有蓮子 然後藝人 白色一顆一顆藝人 跟芡食就是有點紅色的這樣子 一顆一顆是芡食 所以四神湯有這幾個食材 然後這是一茶匙的鹽 然後還有米酒 就是紅標唇米 料理米酒這一罐超好用的 你煮麻油雞湯什麼的 反正就是料理用的都好用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去超市買的山藥 那這等一下也是要經過削皮 然後把它切丁切成塊 然後可以放下去一曲燉煮 就這些啦 食材其實蠻簡單的不複雜 那主要是前期的備料的這些豬肠排骨 都要先經過汆燙之後 再把它切碎 那我現在就來準備備料的過程吧 你很醜 我要開始削皮 然後我接下來要來處理這個豬肚的部分 這個聲音好噁 就滾了就滾了 很臭 這個肚有點臭 其實就是要先經過汆燙這個動作 我剛剛這片是因為早上菜市場買來的時候 我已經先用熱水汆燙完 汆燙完之後然後我就直接先冰到冷場 然後就到剛剛 所以其實它味道已經散去蠻多 而且它油脂其實也沒有 因為這是豬肚啦 豬肚它的油脂沒有像豬肠 豬肠其實是更臭的 然後它這個豬肚其實是還好 就不是那麼臭 所以這次我都已經穿燙過囉 包含早上那個排骨也是穿燙過的 這個豬肚的部分呢 我們今天也用一半就好了 刀有點不太力 要是說吃奶力量 我們要做好一件事 必先利其器啊 真的還忘記跟上家刀要先磨好 昨天忘了磨刀了 這個刀真的是很不利 通常是把它切條狀 如果覺得太大的話 我等一下這邊其實還會再把它切一半 我現在很喘 因為剛剛我用了吃奶力量 再切這個豬肚 這個是早上的那個排骨的部分 那排骨我早上也汆燙好 然後冰在冰箱 所以其實它的鞋啊什麼事都已經 都沒有再是那種鞋水 然後我們就是準備一鍋水 那這鍋水大概是 900cc到1350 1350cc都可以 其實就是看你想要就是 煮的大鍋小鍋 900cc大概就是 如果放一個電鍋裡是四人份 那我像我這個鍋子比較大 所以我就準備1350cc 因為我還要扣掉一些可能水蒸氣蒸發 那我現在就是先開火 然後我剛剛其實已經有讓它滾到滾了 所以它剛剛火其實是已經有滾 那我等它滾的時候 我再把這個排骨放下去 然後就去熬煮它 大概我會熬個一個小時耶 那其實熬煮的過程中 我也可以把所有的食材都丟下去一起 其實就是小火蹲煮 但首先就是先讓這個水啊讓它滾 然後我們再放一下排骨 然後其他食材就丟進去 因為其實這些所有食材都是很耐煮的 包含煮堵 所以其實如果家裡有大通電鍋的人 直接全部放進去 好水滾了 然後因為豬度啊 它也會比較容易煮 然後我想要讓它煮久一點 所以我也會把豬度一起放下去 山藥我們也把它放下去 其實所有東西都可以放下去一起蹲煮 四層的食材 然後把它攪一下 然後這裡是一茶匙的鹽巴 然後跟也是一茶匙的米酒 我們就一起放下去煮 然後如果覺得後面味道再不夠的話 可以再自己根據自己的喜好再添加 那我們現在食材都全部放下去了 現在我們就要讓它熬煮一個小時 用中大火的部分 先讓它因為剛剛放了很多食材 所以現在會稍微有點消那個火力 那等它再大滾的時候 我再把它轉成中小火 那我們就等待吧大概一個小時 你看這個肉啊 其實它的血色其實都不見了 也沒有血血 然後像這個山藥其實它就是煮了之後 其實你看它其實都已經軟爛了 你看就是馬上就是用一下其實它就軟 然後你看這個豬度的部分 你看QQ的其實用目光來看 它其實就是都是已經完整的好了 對然後你看這個水的部分 其實它表面上有些油花 有些油花的光澤 一圈圈的這就是油脂 大概這樣就是已經好了唷 那我們就準備把我們的四神湯 蹲上鍋吧 好香 好那現在我們來試吃剛剛煮好 蹲煮一個小時的四神湯 到底有多厲害呢 我現在把它盛到碗裡面 你看滿滿的豬度啊 還有排骨 然後還有淮山 山藥啦 好你看還有很多藥材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吃吧 我們先來品一下這個湯頭的部分 看有沒有就是大骨的味道 熬著一個小時 是什麼樣的味道呢 讚 真的超好喝 真的超好喝 真的超好喝的耶 它那個豬肉那個鮮甜的那個大骨味道都有出來 還有我剛剛前面有強調那個米酒的味道 都還要保留在喔 如果你後面喝了之後 你發現米酒味道已經揮發了沒關係 你就要上鍋之前的時候 再搖一匙米酒再加上去 要多米就多米 要多久就有多久 好 嗯 真好喝 那我們來試吃一下這個 煮腸的部分 這是奶 你是不是聞到香味 欸我們家哥哥 我們家哥哥很聰明耶 你看你看 他聞到吃成香上桌 欸他怎麼又不理我了 好那我們不要理他 繼續吃 嗯 嗯這豬肚 超脆了 嗯 超級好吃 超脆超好吃的 嗯 而且豬肚的味道都還有保留住 嗯超級好吃 喔太好吃了吧 真的很讚 吃過我一定會一直想再吃 然後這個是三藥的部分 嗯 也都有軟 而且他有把那個豬啊 豬肉豬肚的排骨的湯 都吸進去那個三藥裡面 吃起來就是 哇咬下去那個汁還不汁的噴出來那種感覺 哇 好吃欸 真的很好吃 然後蓮子 嗯 很棒 這個排骨你看 他其實就是超好 一切下去他就很嫩這樣子 其實排骨啊 他不是只有熬大骨喔 他其實還可以拿來當 就是 豬肉這樣子吃 所以熬完之後他還是有營養價值的 你看 一咬馬上就化 喔 太好吃了 這集不看會可惜啊 講話要把這個自成湯這一道分享出去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我今天給我自己一到十分 我給九分 那為什麼少那一分呢 因為我覺得 少了你們 來跟我分享一起吃這碗湯 所以希望如果大家很喜歡我這一道菜的話 之後越來越多我可以邀請朋友一起來家裡做菜給大家吃 然後就可以跟朋友一起分享這些美食啊 那就會是滿滿的十分囉 肉包不要偷吃 你看很香到我家的肉包弟弟都要吃常偷吃的 他受不了這個豬肉的香味 好啦我邊吃的時候 真的還想要考考大家 你們知道四神湯的由來嗎 知道嗎 知道的舉手 好我知道你們一定都不知道 我跟你們說 其實我一開始也不太知道 所以我查了Google一下 發現 衛福部有介紹過四神湯的由來 其實四神湯呢 它在以前乾隆時期的時候 它叫做四神湯 一二三次的四 成是成子的成是 四神湯 為什麼叫四神湯呢 因為啊就是乾隆下江南死的時候 同行的有四個大臣 因為舟車勞頓 所以就是生病啊 身體健康不是很好 那這時候就是乾隆皇 他就是下令要尋妙醫良方啊 來幫這四位大臣 就是調理一下身體 於是呢 他們就用出了四個配方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說的 有欠食 蓮子 淮山 芙林 然後敦煮豬肚 四人服用之後呢 立刻哇 神清氣爽啊 那乾隆皇就說啊 四成 四就會成啊 那因為古時候那個成 跟神的發音是很像的 所以就是口有相傳之後 民間就變成了 四神湯啊 好啦 剛剛以上真乃解釋 有清楚嗎 應該蠻清楚的吧 不清楚可以再上衛福部看一下 重點是真的很好吃啦 然後吃完之後我也覺得 神清氣爽 你們看完這個影片 應該也神清氣爽吧 那如果喜歡珍乃今天介紹的這一道菜 珍乃親自下廚給大家的四神湯 那記得要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支持珍乃頻道喔 掰掰